接着来看到这位运势真的挡不住 2012年连获金马亚太影后的贵伦美 几乎在国片里头你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 而她现在前进柏林影展 有机会拿下影后 第六四届的柏林影展 下个月6号就要登场了 20部竞赛片单也出炉 台湾的电影人当中就只有贵伦美 挤进了正式竞赛 她是以中国片白日焰火 有望来角逐影后的角色 她说在这些电影当中 她做了一些不一样的挑战 包括剧情是以犯罪爱情片 而她在微博也留言说 知道自己入围之后 很开心激动觉得予有荣烟 而除了贵伦美的电影 另外两部华语入围片 则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因此这一次很可惜 并没有台湾的国片入围